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着玩笑 闹腾 和所有人调笑 她唯一没关注的就是我这个盛装坐在床檐上的新娘 热闹的新房里我总感觉有双忧怨的眼神注视着我 扭头一看正是给我端洗脸盆的大嫂 这时候陈诚的妈走了进来 看着大嫂就皱眉惊呼 新寡的人怎么能在新房 出眉头啊 快出去快出去 陈诚脸上的笑一下就僵了 看着嫂子出门去了 她再没有之前和人调笑的模样 我是陈家花三十万财力娶回家的 好像是陈家心不甘情不愿买了个不喜欢的商品 除了婆婆对我还算温和 富家其他人都对我没有好脸色 三天后回门 陈诚只给了我一个冷漠的背影 一切从简吧 今天我就回去上班了 我的猴头如同塞进一块尖冰 一下两道嗓子眼 这几天的新婚生活让我如同火尖 陈家一家老小都住在一个院子里 大嫂是个寡妇 和陈诚二人关系亲密无间 两人时常避着婆婆在小院子里耳鬓撕磨 死去的大哥留下一岁多的孩子 像小尾巴一样成日跟着陈诚 任我怎么看 不像叔侄倒像父子 想起已经瘫痪的父亲 和从小患有脑瘫的弟弟 在家等着我们 我只能硬着头皮贴了过去 柔声让他今天抽时间陪我回去一趟 可能是我求人的态度太过卑微 陈诚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只回头冷哼了一声 正托我就要离开 好在婆婆这时候在门外吩咐 回门的东西准备好了 你们俩利索着点 吃了早饭就回娘家一趟 这个家婆婆是最能做主的 陈诚和嫂子都有几分 怕这个凶巴巴的老太太 就这样陈诚冷着脸 提着他父母帮我们准备的回门礼 好歹跟着我回了一趟娘家 家里的弟弟早就端着小板凳 在门口候着 看见我们回来 兴高采烈放了一挂鞭炮 轰得陈诚一脸的灰 他脸色更难看了 来不及看陈诚的脸色 我一下就钻进了父亲的房间 他脑出血 刚住了大半个月的重症监护室 除了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还花光了陈家送过来的30万彩礼 我却很庆幸自己能用钱换回父亲的性命 我是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女孩 是父亲把我捡回来养大的 弟弟是脑瘫 村里人总说家里养着我 是为了以后给弟弟换个媳妇 或者是就把我留在家里当童养媳 这些言论让我恐惧了 好长一段时间 看着流口水的弟弟就害怕 实际上念完高中之后 看着我无缘大学 父亲把家里仅有的2000多块钱给了我 让我跟着村里的姐姐们 一块外出打工 在他入院之后 弟弟递过一个存折 口齿不清地说 这些钱是爸爸 留给姐姐的嫁妆 打开一看 里面有13万块钱 这些年我寄回家的钱 约摸就是这么多 我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 在重症监护室 这笔钱不过是几天的花销 弟弟呆呆地站在医院门口 一点主意都没有 是我找到了村里的媒婆 让她帮我牵线搭桥 先拿了陈家30万 后面就嫁了过去 我结婚之前 父亲的病就开始有了好转 为了她情绪不波动 我没和弟弟说出 我要嫁人的事 等他们知道的时候 已经是我要出门的前一天 我们姨儿仨在破床面前 抱在一起 痛哭了半天 原本我是想着 好好去陈家过日子的 可惜 事与愿违 父亲康复得不错 出院的时候 他还有些四肢僵硬 老人家听了医生的话 每天坚持康复运动 这种病如果不动 到后面瘫在床上的概率就更大 原本就是任性十足的庄家人 死得起 并不起 父亲和我说 既然这次我倾尽全力救了他 那他就要拼尽全力好好活下去 我回门那日 进了房间 没看到他 在家寻了一圈 才见他颤颤巍巍 从火房出来迎我 看着我和旁边一脸不高兴的陈城 父亲忙不爹叫弟弟招呼我们去客厅坐 陈城一脸的嫌弃 手上东西一扔 屁股都还没做热 就闹着要回家 父亲眼眶一下就红了 悄悄把我扯到一边 问有没有受委屈 我笑着摇摇头 说新姑爷除了脾气糟了点 人还是很好的 婆嫁其他人也很好 让他别担心 我没胡说 陈城人确实不错 只是对于我这个被硬塞到房里的女人不满而已 她对着大嫂和侄儿关怀备置 简直就是贤夫良妇 但是婆婆对大儿媳和小儿子的关系 明显不能接受 有婆婆在的地方 他们俩通常都要保持三米以上安全距离 嫁过去没几天 我从隔壁邻居口中知道了陈家叔嫂的事 公共早逝 家里所有开支都靠大哥 相对于陈城还是伸手党 当妈的一颗心都偏在老大身上 家里人知道兄弟俩喜欢同一个女人 大嫂代价前喜欢的是陈城 只是双方脸皮薄 没捅破那层窗户纸 又因为陈城没有经济基础 还需要靠大哥养活 在家没有发言权 她的喜欢被家里人忽略不计了 那年大哥在工地赚了不少钱回家 婆婆笑得脸颊都酸了 母子俩听到嫂子家欠了几万块赌债 于是和大嫂的赌鬼老妈 暗地里商量好 让大嫂母亲告诉大嫂 陈家来提亲了 故意模棱两可 让娇羞的少女点头同意 等赌债还给债主 大嫂才发现 要嫁的是陈家老大 老妈在家撒泼绝食 你自己说要嫁陈家的 可没说老大还是老二 我是没钱还给陈家 要不你就用你妈的命去还钱吧 当年的两个有情人 是咬牙切齿变成叔嫂的 眼看着木已成舟 哥嫂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陈城也就死心了 没想到 大哥死于一场车祸 这事儿虽悲 却又点起了两个年轻人 心里的火花 村里面也不是没有男人去世 女人再嫁起兄弟的先例 不料 婆婆觉得 大哥死得太惨 去庙里算了 大哥和大嫂的八字 大和尚说 大嫂是客夫命格 吓得老人家 魂都没了 大儿子去了没多久 他无意间 瞅见叔嫂俩在后院 搂在一起互相安慰的场面 只剩下一个儿子的老人 受不住客夫二子 他当机立断 打算借钱 重金聘小儿媳 拼命要打消这两人的歪心思 陈城和大嫂不以为然 这种情况 谁愿意把女儿 嫁到这么复杂的家庭里去 这不是卖女儿吗 刚巧碰到我不知情 还急要钱救命 可谓一拍即合 就这样把自己卖了三十万 于是就有了我结婚当日 嫂子给我脸色看的那一幕 回门之后 我在饭桌上和婆婆商量 想去镇上开家食杂店 卖些调料干货之类的 投资少回本快 见到婆婆疑惑的模样 我笑着解释 说自己现在结婚了 也不好外出打工 刚巧大嫂也嫌在家 我们轴里一块去打理生意 我在外打工的时候 对这块很熟悉 保证不会亏本 陈城向来不和我在饭桌上聊天 那天却点头硬核 妈 你在家带孩子 让他们轴里去开店挺好的 毕竟我结婚 还让家里欠了债呢 大嫂也欣然同意 见到我们三个年轻人都同意 婆婆只好半推半就地 答应了下来 等到镇上的食杂店开了起来 她还专门过来 守了我和大嫂大半个月 见到我们每天忙里忙外 客源不断 这才放心 安心回去带孩子去了 临走之前 婆婆将我拉到后院 让我小心点 大嫂和陈城 我点点头 给了婆婆一个坚定的眼神 婆婆走了之后 大嫂总是偷懒 客人多的时候 她跑后院 没客人的时候 她就在店里打盹 父亲带着弟弟来看过我们 暗地里指着大嫂说 这女人不厚道 让我多防着点她 自从我拉着大嫂开店铺 陈城 待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婆婆经常给我打电话 问儿子是不是在我这儿 我看了一眼在店里的陈城说 在 店里有些东西太重 女人们扛不动 还得陈城来 每个月的店铺流水 我都会拿给婆婆过目 因为经营得当 月纯收入 基本上能上一万多 婆婆看得心花怒放 连带着 看我也越来越顺眼 好言好语提醒我 该要孩子了 陈家的娃来得很快 陈城和嫂子都被吓呆了 娃不是我的 而是大嫂的 她们俩倒是无所畏惧 稍微闭着我就在石杂店里 商议要双速三飞 我可没那么好说话 知道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 就给婆婆打了电话 婆婆飞速从家里赶过来 当着我的面 冲上前就给了大嫂一个耳瓜子 骂她不知廉耻 不守护导 我哭得稀里哗啦 说要将陈城告上法庭 婆婆从大嫂那边冲到我的面前 打工作一 给我说好话 让我别把事情闹大 又说 我要怎么样 她都会给我做主 陈城在一边护着大嫂 我哭得更大声了 婆婆在一边跺着脚 差点没把腿给跺舌了 闹腾了一场 我回了娘家 还让父亲给我出面 去闹腾这事 男人出面 总比女人气场足 况且这事 陈家本来就没理 婆婆怂了 好话给我们都说尽了 父亲身体康复得很好 像山一样 处在我的前面 当时 我是病得不知情 这才让我家孩子 把自己给卖了三十万 这下 你们家儿子出了这样的事 任你怎么说 我都不能让孩子 过去受苦了 婆婆搓着手 一脸无奈 这事 我也不想 亲家 你放心 过后 我给你保证 这事 你能保证 你大儿媳肚子里 毕竟怀着你们家的后代 你还能 拿他们母子怎么样 婆婆看着嫂子的肚子 半天 说不出一句话来 父亲带着我那脑瘫的弟弟 闹着 要去告陈诚 重婚罪 被婆婆死死 拖着不让离开 哀求的眼神 飘到我的面前 好歹叫了我几个月的妈 这事怎么解决 你给拿个主意吧 我和陈诚把婚给离了 协议离婚的时候我说 考虑到结婚前 拿了陈家三十万的彩礼 就不再向陈家所要赔偿了 婆婆撅着嘴 嘴角抽了好几下 最终还是没开口 其实 陈家也不算吃亏 食杂店现在生意红火 好好经营的话 两年就能挣回来了 前婆婆黑着脸 带着大孙子 看我收拾东西离开 嘴里没一句好话 都在骂大嫂 拖着不大的行李箱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弟弟和父亲 都去火车站送我 我回到大城市去打工 看着一脸不高兴的弟弟 我笑着说 等姐姐出去赚钱 回来给你娶媳妇 父亲探导 原本我也想过这事 经历了你这桩婚事 我不想去祸害别人家闺女了 损因得 我试着眼 告别了父亲和弟弟 不久之后 父亲给我来了电话 说陈诚现在和我离婚了 怎么比之前结婚时候殷勤 大米油盐 总是动不动给家里送下来 连我那个在家闲着的弟弟 都经常被他叫去帮忙 干点杂活 还给开了工资 我在电话这边听着想笑说 估计是感谢我们 没有告他重婚罪吧 父亲哼哼着说我骗人 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他 虽然被卖了好几个月 但我仍然感谢陈诚 和嫂子两人的奸情 如果不是他们于情未了 迅速怀了孩子 那我这一辈子 可能都要记在陈家 那畸形的家庭关系里面 直到现在 我和陈诚都没有夫妻之时 从结婚第一天开始 陈诚眼里心里就只有嫂子 连带着看见我就烦 结婚之后 我们一直都是分床状态 话都没说过几句 我知道陈家并不富裕 为了娶我 负债累累 所以我开口 说要去镇上 开十杂店 一下让我们仨同时 脱离了婆婆的视线 但我自己是十二分关注 这对有情男女 所以才能第一时间 知道大嫂已经怀孕的消息 知道乡下人种子嗣 一旦有了孩子 就能完全拿捏住家里的老人 至于婆婆怕嫂子 客夫什么之类的 我指点陈诚 让婆婆去找更厉害的大师 所谓的客夫 在更厉害的大师面前 不过是几千块 就能解决的小事 事情走到那一步 我和陈诚坦言 只想离开的时候 他也知 我根本无意留在陈家 于是 三人皆大欢喜 在婆婆面前 演了一出好戏 其实 人的一生 不过是善与恶的循环 父亲坚持将我养育成人 没有为了眼前的利益 做伤害我的任何事 这让我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 挺身而出 哪怕陪上自己 也要换他一线生机 遇见陈诚遭受冷遇 撮合他和嫂子 帮助他们在了一起 也让我有了更自由的路 可以选择 回望 没有将狗血故事 变悲剧的这些日子 不过是 接触了善音的人们 都在传递更多的善意 让更多的人 持续受了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